氫气与NO反应产生氮气跟水为不可逆反应 此反应的氫气及NO起始分压分别为300及100毫米拱柱 反应速率R测试的结果发现 起始速率为NO反应掉一半 时候速率的4.8倍 先练哪项反应速率定律跟这个观察最吻合 首先我们写出它的反应方程式 根据题目的意思 在刚开始的时候氫气跟NO它的分压分别为300跟100 那测量结果发现它NO反应掉一半 所以NO减半 那物种的变化量就跟它的系数成比例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最开始跟最后它的一个分压情况 那再来就利用它的速率定律 假设R等于是K乘上氫气 那跟NO它的次方是X跟Y 在刚开始时候呢压力300跟100带进去 在最后的时候呢是250跟50带进去 那两次相除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速率差4.8倍 那从这里再经过化减就可以知道 它的次方关系X跟Y 那当它是1跟2的时候呢 那就符合题目这样的一个叙述 所以它的速率定律就是R等于是K乘上氫的分压一次方 NO的分压两次方 这样是我们测速出来最符合的 因此本题的答案就是A选项 是网上氫的分压力量 就算在那边 在这里有个想法 就是如果是有点几分的 在那边 有点凶分压力量 使用的分压力量 就算了 在这边等于是K乘上氫的分压力量